严总 吃饭去啊 严总 我问你们个事 你们能看到 聂秘书的朋友圈吗 可以啊 能啊 对啊 刚才在朋友圈 还看到聂秘书分享首歌呢 那如果你看不到 一个人的朋友圈 这意味着什么 被屏蔽了呗 对 屏蔽了 严总 严总 您的下午茶 谢谢 你也没说 我们除了领导上下属的关系 还算是朋友吧 当然 那既然我们是朋友 你的朋友圈为什么要屏蔽我 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没有看朋友圈的习惯 不会知道对吗 或者 你可以给我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我 我只是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分开 有一些隐私的空间 你为什么一直要跟我划清界限 严总 你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对我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真的没有 可能是因为你是我的上司 我一想到你能看到我的朋友圈 我就没有办法自如地表达 真实的情绪了 我 我知道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还算是朋友 算了 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有自个要求 你 你可以出去了 poquito而言 好 prescribed 这次确实是我考虑不周 下次不会了 不好意思 我刚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 为什么只发一个笑脸 发两个会怎样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